欢迎收看自然很简单,我是考古老师 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是九年级的理化,九年级的自然 目前的进度讲的是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 如果说你前面的课程都没有上过的话,今天这样看会比较辛苦 所以建议说你把前面的课程看过之后再跟着学过来 会比较适合 好,那我们看在讲义的第48页 我们现在都在做题目,那做题目都会比较艰辛一些些 不过跟着学真的帮助就很大 尤其理化这种东西,不是说看课本的内容就可以了 你课本的描述看得懂,可是遇到题目不会做 那就白搭,所以题目还是要多做 从题目里面去了解说你到底熟不熟悉这单元 理化都是以做题目为主了,好不好 好,我们看那个在讲义的第48页 护目镜喔,不是护目镜喔 这镜框比较大师嘛,有点好笑 那我们看那个在那个50页 50页的第一体 可是我买的明明是跟钢铁人同一款的眼镜耶 那个来,50页的第一体喔 我先把题目的图画一下 所以喔,别人带好看,不见得我带就好看 钢铁人带起来是个帅哥,对不对 我带起来就像护目镜 那个题主的这一体呢,他说呢 题目是说 某10公斤的物体呢,在一个直线上运动 它的VT图如附图所示 这个物体呢,本身的质量叫10公斤 10公斤的一个物体 它在做直线运动 这个是VT图 那记得喔 VT的斜直线在干嘛 它做的是等加速度运动 它要从0开始喔 所以它从静止开始做等加速度运动 这样子的喔,是等加速度喔 不是等速度喔 等加速度喔 听我问你说 某物体的加速度为多少公尺秒平方 那怎么做 只要是求那个加速度的A 我们要这样求 加速度要怎么求 用末速度减掉初速度除以秒数 至于你要抓哪一个时间 那都没关系喔 反正是等加速度嘛 等加速度的加速度全部都一样 所以就随便找一段 你也可以找说0到2秒之间 或者说0到10秒之间也可以啊 好 我们找0到2秒的比较少啦 0到2秒的话呢 它的末速度对过来是10 所以末速度去减掉初速度 除以秒数一共是2秒 喔 所以10减0就是10嘛 10除了答案是5 5公尺秒平方 答案选这一个 它的加速度A 就是5公尺秒平方 代表说 这个任何一个时间点的瞬间加速度 都是5公尺秒平方 因为它做的是个等加速度运动 既然是等加速度 那每个时间点的加速度的值 全部都相同 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从0到2秒跟0到10秒意思会一样啦 不然你看吧 0到10秒 10秒的末速度呢 50 50减掉0除以秒数 10秒 50除以10 一样答案是5 所以它是没有变的喔 好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问你说 此物体所受的核力有多少牛顿 好 这是要怎么做呢 我们用的公式就是F等于什么 MA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 对不对 那M叫质量 它是10公斤的物体 乘上A 加速度答案是5 所以代5嘛 10乘5 答案就是50 50的单位呢 很重要 单位是牛顿 单位是N 所以它的核力是50牛顿 答案选的是这个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题 OK吗 第二题呢 它说加以呢 加以是个人名 谁我就不知道了 很像一下我学生名字 它说做一个力跟加速度的关系的实验 固定物体的质量 然后呢 仅改变拉力大小 以产生不同的加速度 它把台车跟六个砝码装置如附土 注意哦 它说是固定物体的质量 仅改变拉力大小 就说 你只是要改变拉力大小 但是物体的总质量是不变的 那关于这联动方式呢 我们要怎么去调整它 你要用拉力大小 要改变 但是整个的质量不变 这时候砝码的拿走 拉力就变小 可是砝码拿走之后呢 整套系统的质量就变小 所以你要怎么做 你要把这砝码拿走之后 放到这台车上面来 因为它动的时候一起动 台车也会动 砝码也会动 所以整套系统的质量要维持固定 维持固定的话呢 你这砝码拿走 代表拉力变小 拉力变小的同时呢 整套质量会变小 因为把这砝码拿走 放回去这边台车放的时候 它质量就维持固定 比如说这砝码少这一颗 这颗怎么样 就移到这边来 有没有 我拉力就减少一个砝码 再来呢 我在砝码再拿走一个 这不要 不要就移到这边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的拉力在减少 但是呢 整套系统的总质量不会改 这样才符合它题目的要求 它是改变拉力大小 但是要保持物体的质量的固定 对不对 所以大家选这个 你拿下的砝码要放到台车上 答案选的是A 好 第二题它说 实验后呢 依数据得到拉力F 跟物体加速度A的关系如复图 下列合者为合理的解释 你会发现 它的拉力F克重 拉到10克重的时候 还是没有加速度 它没有在动 拉到20克以上开始动 对不对 代表什么意思 它有一个 摩擦力在 你要先克服它以后 它才会动嘛 所以答案呢 选的是B 这台车受到20克重的摩擦力作用 要20克重以上去拉它 才会做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这样知道吗 好 所以答案选这个 这第二题 好 目前有没有问题啊 我们看一下那个 历届四题 51页的第一题 好 我解释一下这一题 他提问是说呢 有四个质量相同 沿着直线做运动的木块 好恐怖哦 他的木块会直线运动 好来来 四个质量相同且沿直线运动的木块 这木块会运动 然后有加以丙钉 这四个木块加以丙钉 的运动状态如下 这个木块自己会动 然后还会做运动 那甲呢 它是向南移动 而且速率呢 每秒增加 每秒增加一公尺 它这样子哦 它是向南 向南运动 每秒会加一公尺的速度 然后乙呢 它也是向南 它字很长 我写关键的 向南移动 每秒会减少两公尺 每秒的速度 这是乙的部分 那丙的话呢 它是向北 每秒会增加三公尺的速度 然后钉的话呢 也是向北 向北 但是每秒是减少四公尺的速度 那一二三四张数据给的 一个加紧加紧 好 那问什么东西哦 它是问说 哪两个木块各自受力向北 受力向北 就合力向北啦 来 合力向北 没说来 它问说呢 哪些木块的合力向北 合力向北什么情况哦 我朝向北方 北方 刚才发音很奇怪 我朝向北方 持续做加速 合力就向北 但如果我朝向北方又减速 我合力往南 才会减速嘛 对不对 不然我向北 为什么减速 方向 合力方向 跟我运动方向不一样 才会减速啊 对不对 好 那我朝向南方的时候呢 我的速率有增加 表示合力向南 对不对 我朝向南方 我速率又增加 我当然合力向南啊 可是我朝向南方的时候 我的速率在减少 表示我合力方向 跟我运动方向不一样 才速率会减少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答案怎么找 他要找合力向北 合力要向北的话呢 再看一次哦 向南 还在做加速 合力向南 不是 不是假 向南 但是 我再减速耶 表示我合力向北 我向北还减速啊 对不对 没错吧 我朝向南方 怎么会减速呢 表示我合力向方向 跟我的运动方向不一样嘛 不一向就扣掉了 所以这个就可以 那合力向北再加速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向北运动 还在加速 表示我合力向北没有错 这个是可以 我向着北方 但是在减速 表示我合力 合力的方向 跟我运动方向不一样 刚好相反 会变得向南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呢 合力向北两个 以跟饼 大家选这一个 这第一题 它纯粹考观念体验 没有什么特别的计算 但是你要看得懂啦 不然这里就没有了 这是第一题 OK吗 好 第二题呢 以致月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是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的六分之一 那分别在月球表面 跟地球表面呢 用相同的装置 跟物体进行力的实验 哪一项的值 不会因为实验地点 在这两个不同星球表面而改变 它题目是这样说的 就是我们有分 我们的月球跟地球 那月球就月亮嘛 地球就是 不是地量啊 地球就是地球 来 月球地球 那我们的引力大小 是跟这个星球本身的质量有关系 质量越大 引力就越大 那月球引力就比较小 它是我们的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是跟地球做比较啦 它是六分之一 所以如果说你在地球重量是六十公斤重的人 这是重量单位哦 六十公斤重 你到月球去 乘六分之一 剩下十公斤重 你就变很轻 这样懂意思吗 这是六十公斤重 这十公斤重 所以到月球的话 你重量会变轻 但质量不会变 质量什么意思 你在地球是六十公斤的质量 你到月球一样是六十公斤的质量 因为质量不会随地点而改变 我们在那个国二的理化有上过 质量重量不一样 重量会受影响 会受引力大小影响 但质量不受影响 对不对 它说下列合相的质啊 不会因为实验地点不同而改变 A它说物体禁止浮在水面上时 所受的浮力 刚好做复习了 什么叫浮力 浮力有分两种 一种是浮体 一叫成体 浮体的浮力是看物重 对 它说浮在水面上 它就浮体啊 浮体怎么看 浮体看物重 你物重越重 浮力就越大 物重越小 浮力越小 因为浮体的浮力看物重 对不对 那它说 不会因为这个星球不同而受影响 那A会受影响 因为重量会改变 所以你在地球受的浮力 跟月球受的浮力会不一样 一样的道理哦 六十公斤重的人 浮在水面上浮力是六十 六十公斤重的人 到月球上十公斤重 它的浮力变十公斤重 它是减轻的 所以浮力会不一样 那B它说 物体是同一高度 自由落下 所受的重力 的确啊 你的重力不一样 你落下 所受的重力也会不一样 所以那个AB都会改变 那C它说 在水中同一深度时 所受的液体压力 还记得吧 液体压力怎么求的 P压力哦 等于H乘以D 什么是H 水平面以下的深度 当然会用公尺来计算 乘上D D是 不跟着 这是公分哦 那这个是密度 互乘就是在水中的压力 对不对 那这个密度呢 它是跟质量有关 跟重量有关系的哦 所以这个也不是哦 那答案剩下一个了 答案剩下是猪哦 它说物体呢 以一公尺秒平方的 等加速度运动 所受的合力 我们那个猪选项呢 它讲的是一个 F等于MA 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公式 这M是什么M 这M的单位呢 它指的是 质量是公斤 那质量是不会变的啊 所以你的 你这物体所受的一个 加速度跟质量 互乘的结果 它就不会受影响 不会因为在地球月球 而有影响 那知道吗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这第二题哦 加以两个质量呢 同为一公斤的木块 静置在水平桌面上 这甲跟乙呢 它的共同条件 就是一公斤的质量 它放在水平桌面上 静置的 所以是零嘛 速度从零开始 它是摆着就不动哦 然后呢 两木块分别受到水平外力的做执行运动 它的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如附途 两木块分别受到水平的外力 我在猜想哦 因为它没有给那外力哦 这一段为什么两个都是做一样的 的等加速度 因为两个人受的外力是不同的哦 可是呢 到这个分岔点之后 你会发现哦 这个甲 甲的这个呢 它是随着时间的增加 它就越加速越快 对不对 那乙不是变慢哦 它是它的加速没有夹那么快 所以乙不是变慢 知道吗 乙的图示告诉你说 它的加速度的速度值啊 就加速度的大小 没有甲这么快 它不是变慢 它也是在加速 它也是越加越快 但是没有像甲 加的特别快 甲是加的比较快 所以它是比较抖 那这两个都是做什么 做等加速度 但只有后面这边又分岔又不一样了 它题目是为什么呢 它会说 在第25秒的时候 甲乙两木块 所受的合力 是F甲跟F乙 要求F甲比F乙 到底是几比几 而F甲去比上F乙 这个条件在什么情况下 在第25秒的时候 25秒在这个位置 没有写自己写25秒 25秒往上对 你会发现 往上对过来之后 这个乙它的速度从3 从这边对下来是第几秒 第15秒 15秒的3跑到4 这个是乙的情况 那对甲来说呢 第25秒的时候 你这样对过来 它答案是7 比如说 它15秒的时候在3 速度是3 到25秒的时候 速度值是7 这两次不一样 那我们就分别来求一下 在这两个状态下的加速度 首先看甲的部分 叫A甲 甲的第25秒的加速度是多少 因为这一条线是属于一个 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我就求这一小段 那要怎么求呢 它是末速度 减掉初速度 所以是A甲 末速7 减掉初速3 我是抓这一段 是抓25秒到15秒 因为只有这边是直线 这边前面不要理它 就看这一段 所以这一段往下看 时间是15跟25秒 它的时间差 25减掉15 答案是10秒 是末速7 减掉初速3 除以秒数10秒 7减3 4 4去除以10 0.4公尺秒平方 这个是假的 这来求乙的 乙的怎么求呢 一样看乙的 它指的是这边 25秒对过来是4 15秒对过来是3 所以你要求那个加速度呢 是4减掉3 叫末速减掉初速 秒数一样是10秒 去除以10 会变成0.1公尺秒平方 那我们要求的是 这两段时间的加速度 那要怎么求 代公式的话 一公斤重 F等于MA F就是力 力怎么求 质量M 乘上加速度A 那这两个都是1公斤 1公斤的质量 所以是1 甲是1 乘上 F甲 它是1 去乘上这个0.4 再比上F乙的话呢 一样是1 质量是1 因为甲乙都1公斤 再乘上这个0.1 M M就质量嘛 都是1 A 一个0.4 一个0.1 所以乘0.4 乘0.1 做比较 变成0.4 比上0.1 两边乘以10 4比1 所以F甲 F乙的比例 叫做4比1 合力比4比1 所以答案选这个 这是第三题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三题 好 那个其实真的题目还是要多做 你会发现有时候怎么理话 题目做很多 还是不会写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告诉你还是有的 表示告诉你说题目做的不够多 你说题目做那么多还不会写 会不会这样 如果真的题目做很多是不会这样 就怕说题目做的不够多 但是你认为很多 因为每个人多少概念不一样 有人觉得做5题就做很多了 有人做了100题还不多的 所以题目还是要尽量做多 做越多越好 你做多就熟练了 熟练之后你就不会怕 好 看那个第四题 他说一个铝块静置 静置在水平面上 就是放着不动 他本来是放着不动的 他说小春一个固定的F力 向右推辞铝块 他就推它 推它去移动 如富途所示 依序经过甲乙丙 三种不同的水平面时 当铝块经过上面的PQR三点 他的加速度的大小 分别是2公尺秒平方 P是这一个 2公尺秒平方 然后呢 Q的这个呢 是0公尺秒平方 表示没有加速度 R的话呢 这个是4公尺秒平方 题目给的资料 就是他推铝块移动的时候 这个力没有变 这力大小是固定 那推经过甲的时候 他的加速度 是2公尺秒平方 通过乙的时候呢 他是0公尺秒平方 通过丙的时候 他是4公尺秒平方 这样有概念 那乙子呢 铝块在丙的平面 是没有摩擦力 表示这个丙是没有阻力 没有阻力 我们称为光滑的平面 他都是没有阻力的意思 没有摩擦力 那表示说前面都有摩擦力 乙没有摩擦力 所以是4 那其他超过4以上的 比4还要小的 就是有摩擦力 所以他不会到4 没有摩擦力 可以到4公尺 每秒平方的加速度 为什么你到不了4 因为有摩擦力在 为什么你是0 因为你有摩擦力在 所以加速度是0 那他问你说 铝块在行经过 甲平面跟乙平面 所受的摩擦力大小的比 为多少 那我们的公式用哪一个 就用哪一个 F等于MA F就是摩擦力 或者是力 外力 怎么求呢 质量M乘上A A叫加速度 这边我们有个资料 就是说 因为这个饼是光滑 没有摩擦力 在没有摩擦力情况下 它的加速度的值是4 我就把A带4 带4以后呢 答案叫4M M乘4嘛 M叫质量 质量多少不知道 叫4M 它的力变这么大 所以呢 在没有摩擦力下 我的力 叫4M这么大 有时候我这个出的力 这个F的力 就是4M这么大 对不对 那经过甲的时候 你看 经过甲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值是2 我就把公式带过 这个时候呢 F甲 它的合力是多少 合力哦 合力就是 M乘上A M一样是质量M 跟这一样的M 那A呢 它说变成2 那M乘2之后呢 答案叫2M 所以甲的合力是2M 可是不对啊 应该是4M嘛 怎么变2M 可见呢 甲的摩擦力 就是4M 扣2M 摩擦力是2 所以甲的摩擦力哦 它应该 F甲什么意思啊 我这样想会误导啊 哦没有 它没有定义它哦 所以F甲是甲的合力 那甲的摩擦力呢 所以甲的摩擦力 它这边是要求摩擦力哦 就是4M 扣2M 答案是2M 这个是甲的摩擦力 好 怎么求先求乙的合力 因为乙呢 它的加速度是0 所以代公式的时候A是0 0乘M是0M 好 所以这个时候 F乙 它的加速度是0 所以M乘0 合力就是0 合力为0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摩擦力 把它的出力都吃光光 有没有 所以乙的摩擦力怎么求 乙的摩擦力就是4M 那可以怎么算 可以这样算哦 乙的摩擦力 全部就是4M 去扣掉乙的合力是0 所以摩擦力刚好就4M 所以才会说 4M-4M变0的意思 好 因为合力是0 这个时候呢 加一两个摩擦力做比较 就是这一个 去比上这一个 摩擦力的比 是2M比4M 约翻之后呢 2比4 再约1比2 所以加一两个界面 它的摩擦力的比 叫做1比2 答案选的是这一个 好 这样的问题 这是第一次题 好 我们看那个第五题 题目怎么说的 好 然后第五题呢 提问是说呢 下图是一辆汽车 在笔直公路上行驶的速率跟时间的关系图 汽车的质量呢 是2000公斤 这个汽车 汽车就卡好吧 汽车的质量是2000公斤 然后呢 问你说30秒到50秒之间 它汽车所受的合力大小是多少 30秒 你看故意的 30秒到50秒 这期间 它所受的合力大小 合力为多少 合力大小 是多少 来看这里看这里 这还要线什么意思 VT的斜直线 表示它在做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那等加速度运动的时候呢 代表说 每一个时间点的加速度的值大小都一样 才会称之为等加速度 所以这个时候加速度 跟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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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一样 因为全部都一样 才会是斜直线 所以记得 斜直线的时候 表示说它在做什么 做的是一个等加速度 运动 那等加速度运动的时候呢 它的每个时间点的加速度的值 大小都相同 所以才称之为等加 这等叫相等 每个时间都相等的加速度运动 称之为等加速度 所以这一点的加速度 跟这一点 跟这一点 跟这一点全部都一样 这样有概念吗 所以他问你说 30秒到50秒的合力为多少 你就求这一段 也可以啊 那怎么求呢 你看 我们要先求那个加速度的值为多少 A要怎么求 A就是末速度 减掉初速度 再去除以秒数 对不对 如果你抓到这个 30到50 50秒的时候呢 对过来是0 0嘛 减掉 30秒的时候对过来呢 是20 叫0减掉20 除以秒数 30到50 经过了20秒 0减20除20 负20除20啊 答案是负1公尺 秒平方 这个是加速度的值 那我们在求力的时候呢 这正负号不取哦 所以F等于MA M叫质量 他说车的质量是2000公斤耶 所以是2000 再乘上加速度的值 就是这个1 你不要取负1哦 就是1 所以2000乘以1呢 答案是2000牛顿 至于为什么是负的 因为它在减数嘛 它是减到停下来 它本来是50耶 到最后停下来 当然加速度是负值啊 所以才会是负1啊 也代表说 这个是一个刹车的力道 跟它的方向相反的 所以它的合力为多少 答案是2000牛顿 所以答案选这一个 答案选的是C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五题哦 好那差不多了 我们就今天先上到这里 剩下一题我们就 这一项还有两题 我们就下次上课再来说 今天上到这边哦 好拜拜